除了沒有關心的就是 簽這個X4的時間 現在團選說 第五次的鑑黨會已經簽訂 在這六月十五號 要在上海基盤 不過海基盤跟六委會這些單位 都沒有什麼要說 沒有願意說 只有表示會打拼 讓這第五次鑑黨會 可以遵守在這六月中來記憲 到底未來報告的 是不是可能 開第五次鑑黨會 時間已經很寬 人家的中央當地外頭就走 他實際合作的行程沒有管理正式 不過有媒體消息接出 兩話經濟合作 加國學習的處心 已經進入最後的關鍵時期 更等五十歲 暫停在六月十五號高興 第二點就存在上海 胡佑中央當年 理事國翁會談的意義 在雙方還沒有達成共識之前 我們就第五次 將人會談的志祺和提前 雙方並沒有正式進行的磋商 因此目前一切都尚未決定 第五次的部分 在六月分開 是比較有可能的 正義上官單位說的 都差不多沒有管理說 就團署聯誦 早收清單說不定 上官人數透露 早收清單單販 已經進入資料關頭 只差資料一兩項 應該是不會影響簽署的事情 李馬政府幾月 一旦役署簽署後 會派出第三級的 國際選擇團 全農美國、日本 後面和東南亞 進行政治交通和設明 記者、総合報道